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927年4月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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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光影写在黑暗的天空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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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生 岁度民族的真心 激动世世代代的心灵 愿你好人真情 化足历史的长福 世代的轻花 王阳丹 快 你电话 谢谢 谁 干什么 王阳丹 你怎么了 真对不起 我以为是别人 你怎么回事 怎么还不来 真对不起 我看错时间了 你别生气 我马上就到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知道 这是反动态 用来杀人的工具 懂了吗 好了 咱们到那边去看看好吗 走到那去 快走 快走 快点 这是干什么的 脚架 脖子一勒 脚本一撤 完了 这东西还是进口的 李大钊就是用这玩意杀的 谁 李大钊你都不知道 这主要是活着 资格可老了去了 那他得活着得多大了 多大 反正是个老头了 快走吧 上午咱们还得上百号大楼 老师 这是什么 绞刑架 这是干什么用的 杀人的 杀好人的 为什么要杀好人 来跟上 快走 到那边去 老师 为什么 到这边来 过来 看看这部分 我看不清楚 你念念吧 好 李大钊自首长 1889年10月29日 生于河北省烙亭县大黑陀村 七岁起在乡树读书 1905年在永平府中学 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难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 激发了爱国热情 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 这些很重要 你戴相机了吗 这 里边 薛老师 您是不是太认真了 我觉得这些东西用处不大 参考几张照片就足够了 怎么还要继续争论 不是 好好好 我什么都不说了 您是我的恩师 这次全当帮您搬此家 干点力气活 您具体说 您准备搞成什么风格 我的初步构想是这样 你的笔呢 走得急 忘带了 用这支吧 谢谢你 不客气 没有 黄金 书我直言 这个构想还没脱离你以前的套路 我觉得人们看伟人像 一般总是注意像不像 却很少注意神似 您不是要搞点新东西吗 咱们就打破传统手法 突出神似 神大于形 可见形式与内容总还要统一 塑造李大钊的形象 不能搞抽象 得得 我不想跟您争论 一切听您的 好吗 搞艺术创作 不认识我吗 允许争论 我不欣赏你这种态度 你看看咱们这 你看 这支笔 你看咱们争论问题 还得强迫人家当观众 真对不起 耽误您时间了 别客气 我挺愿意听你们争论的 今年是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 在纪念馆门前 要立一座他老人家的塑像 给我们的争论就画个句号了 我们一起合作 请问你们二位是雕塑家对吗 这位是 我是他的学生 也是助手 这种组合很有意思 怎么 你也是搞艺术的 不 我是搞历史的 搞历史的对两种美术观点加以评论 一定会另有一种味道 我的评价很简单 这年月你们二位能这么认真的干这样一件事情 说明你们的人格很高尚 再见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傅艳琴 艳台的艳 勤奋的琴 那么你认为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找感觉 说不好 我不懂艺术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是一件自讨苦吃的事情 有那么严重 我自信比你们了解李大钊 他这个人太深了 你在哪工作 北大历史系研究生 中国现代史专业主攻李大钊 看不出来 不像 不 只是 你一定想问为什么要考这个专业 答案很简单 包括的人少容易考上 你喜欢这个专业吗 无可奉告 不过我已经研究李大钊五年了 而且成绩很好 难 没什么难的 研究的人少容易出成果 你这个人感觉很特殊 小副同志 我想和你商议一件事情 薛教授 你们都先到了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没啊 正准时 好了 进去吧 这次前召你这个顾问了 我只能使你们更深入的了解李大钊这个人 至于将来作品是什么样子 那就是你们的事了 有小副这位专家 有薛教授艺术把关 我可就解放了 欧阳 你又调皮 薛教授 您一定非常喜欢您这个弟子吧 有时候也让人讨厌 不过我是看他一步步走过来的 不不 是薛先生拉着我一步步走过来 现在的学生可真让人没办法 不管怎么变 学生身上永远有先生的影子 是啊 尤其是我们这一辈子人 先生的影响往往决定了我们一生的志向 再上辈子人更是如此 比如李大钊 他的老师 北洋法政学校的史地教员白亚宇先生 对他就有着重要的影响 你们看看 再看看这儿 整整十年了 国破 山河在 你们摸一下那残碑 看是什么感觉 你们不觉得那石碑 仍是火烫火烫的吗 这石碑 对中国人民 难道不是永远火烫火烫的吗 国齿不许 满清不枉 真叫人死不明目啊 圆明两度 坤明节 贺话千年 未人归 一曲悲且吹不尽 残灰油共 晚烟飞 好一个残灰油共 晚烟飞 正切了先生直接火烫的意思 卑之有余 分之不足 元明元 几千年的珍贵文物被巴布林军抢掠一空 一千零七个不平等条约强架在中国人民头上 结是因为满清政府腐败到了极点 要一血国池光复中华 就必须推翻满清政府 照中山先生的意思就是武装起义创建共和 先生 我以为读书人弄枪炮总是难以成功的 在安庆 徐熙林死难 在绍兴 丘锦死难 监武兄 死难者的血可以惊醒民众 启示后来 满清必亡 我是不存疑意的 我以为 最有把握的 还是要抓紧那些新向共和的北洋将军们 如果他们起誓 皇帝小儿还坐得稳龙椅吗 如果他们不肯背叛朝廷 我们头上的这根尾巴 岂不是要带进棺材 先生您看 手长开口 总是咄咄逼人 监武兄们要起誓 读书人也要起誓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如果哪一天我投逼从容 你们不会感到意外吧 我知道 先生早晚是要走的 你怎么知道 我猜先生一定是同盟会 是革命党人 先生 真的吗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条路我是走定的 先生的为人堪称五倍开模 手长愿意追随先生 共担天下兴亡 后来 白亚鱼起意失败 他被捕后很有气节 就一时利而不贵 给李大钊留下很深的印象 十五年后 李大钊在刑场上大意凛然 很可以感到白亚鱼的影子 是 是 辛亥革命爆发 使李大钊极为振奋 并寄予很大的希望 武昌起义成功 满清王朝彻底负面的日子到来了 从现在起 我们再也不是封建帝王的农府 中华诞生了 去 sidewalk 出一个 来 出 Temple 来 来 来 好 来 剪掉了 来 我让你剪 别动 来 来 首长 来 你给我捡 好 捡掉了 但是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 各政党互相亲压 军阀混战 是李大钊恍然之中 他曾寄希望与袁世凯 寄希望与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合作 以建设新民国 他积极投身于社会和社会活动 决心寻求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但是他走的路是曲折的 1913年 袁世凯下令查禁社会党 李大钊受诛脸 他决定东渡日本寻求救国真理 到昌黎车站 他没料到遇上了一件是他一生都感到齿痛的事情 给点包 先生 行经好 行经好吗 给点包 先生 快点 快点 刘大爷 辛苦您了 快回去吧 您还得往山上赶路呢 刘大爷 在五空山这几天多亏了您照顾 来先生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那跟他爹那是生死之交 现在你们要出去刘洋 要有大出息了 只怕你们别忘了乡亲们 见到这些日本兵千万躲着点 惹不起啊 忙后不讲理 来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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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包烟点 来包烟点 这有人吗 来包烟点 谢谢 来烟点 您去哪 来包烟吧 秀长 咱们上这边来吧 那咱们同路 来来来来来 这有事的 来来来来 坐下 快快 去 长官 安详北买卖糟得不起 快去 快去 童哥 我的灵群让他给毁了 小孩你去灵群 你再再毁了 你 你干嘛 你干嘛 长官 算了吧 太不行了 算了 我让你打人 好 好 好 打 我让你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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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吃 杨秋彤 快松手 杨秋彤 快起来 起来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好大胆子 日本人是好惹的吗 南大总统都得让他三分 上边要查下来叫我怎么办 对不起 出哪儿呀 乖 什么事 出什么事了 抓住他 长官 误会 是您手下这位兄弟买水果没给钱发生了争执 我们只是维持秩序 带走 为什么要抓人 不跟他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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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缓缓没有 太巧了 不能跟他们走 都别说了 你们不跟他们走 快跑 别人跑 快 快跑 快跑 快走 又是人了 又是人了 快 快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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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场 杀人的凶手怎么处理了 杨人在中国享有制外法权 杀人放火 中国政府无权过问 中国人的命白白死了 北京政府有职要和平解决 昨天昌理之事请来日本驻华部长 烟酒招待 赔礼道歉 气齿大了 是哪个混账说的要和平解决 袁世凯 袁大总统 袁世凯 袁世凯 收场 我们袁指望袁世凯能实现共和统一 国家共和统一 全国上下 共于国敌 这倒好 共和统一还没影子 他已在媚外取宠 前景不妙 不 你我之辈光声闷气也无惧于事 要救百姓于水火 我国家共和统一 就得靠实力 靠手中有枪有炮的开明将军 不 首长 不要去东阳了吧 咱们一起在国内创出一条路来 不 不 我要去看看 日本 地不大 雾不泊 如何强上了国力 敢跑到这么大的中国来横行跋倒 我要去看看 从那时起 李大钊便把昌黎看作国仇纪念地 并写道 山盟海誓 勿忘此弥天之耻辱 所以 倭奴不共待天者 有如劫石 但是 他没料到 在日本落脚不久 又是一件耻辱 扑面而来 为了 绝对 绝对 旋 camp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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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脸 明明是你们的炮剑 跑到中国去杀人作孽 你们反说中国军舰来犯 你们违背事实 不要脸 撒谎 放开我 你们这些人 你们撒谎 明明是你们的军舰去侵略了中国 你们反说中国军舰来犯 你们撒谎 放开我 你们撒谎 rest developing 国家军舰来 落里 李大钊 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广泛阅读了日本和欧美的书籍 如鸡四克的吸取各种新思想的养分 一方面他接受了老师安部基雄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 同时广泛的涉猎佛格森 卢梭穆勒的民主自由学说 并留心观察英美等国的民主政治 寿场 薄奇 寿场 国内有什么消息吗 寿场 快坐 袁世凯 全部接受了丧权辱国的日本的21条 真的 这不是要王国灭种吗 为了当皇帝他哪管这些 中国要毁在这窃国之贼的手里了 当初他杀社会党人 我以为他是为了清除无政府主义 他下令和平解决昌林血案 我仍以为他是忍小辱而求大局 这次我是算看透了 独服民贼 国家多难 皇上 皇上刚被打倒 又出了个卖国的总统 往日我怎么那么蠢 叫他什么开幕英雄 好一个祸国殃民的英雄 李大钊 李大钊终于醒悟到 不受外务必须自身强盛 自身强盛必须推翻卖国政府 他毅然中断了学业 为护国桃源筹款集中 四处奔波 从日本回到祖国 又从祖国回到日本 都在吗 都在 来喝 皇帝 皇帝的子民们 一定放休 手抄到了 手抄回来了 你好 你好 一箱三千里 家书抵万斤 来 先看一下家书 来 分一分 先给你 大家静一静 手长 有国内的消息 不着急 来坐下 首先要告诉大家 筹募讨元护国军的钱 已经派专人送到了蔡厄将军的手里 近来护国军连连挫败了袁世凯的围剿 已经打到了贵阳四川 太棒了 太棒了 袁世凯 这个卖挂贼荒荒不可终日 取消地质 废纸红线年后 已是早上来吃了 太棒了 来 干杯 手长 你带来了好消息 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坏到什么程度 学校方面已经宣布 因长期缺席已经将你开除了 好 今后就一心一意的和袁世凯斗了 从今天起 林伯徐同学 他们的医卯学会和我们中华学会合并称是一个神助学会 大家钻成一个拳头 给袁世凯斗争到底 好 真是不讲理 我爹来信说 今年袁世凯发出圣旨 春节不许卖元宵 不准放冰炮 为什么 元宵消源就是要消灭袁世凯 爆竹炮竹就是爆死 袁世凯他怕死得快 我起意 今天晚上咱们就来个元宵会 吃元宵放冰炮 好 走 我们去买 元宵熟了 我给你送的真是时候 谢谢 谢谢你 元宵来了 好元宵来了 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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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放包上去 好 快下来 拿过来 快下来 我来点 对 快下来 西边是那个方向吧 是的 这边朝大陆 好 就朝那边点 咱们就朝着大陆点了 好 朝着大陆点 好 点一下 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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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副 你讲得很精彩 可我怀疑这些内容对我们雕塑有多少具体帮助 你怎么白学习了六年 我问你 假如别人塑造的是你父亲的形象 他采取的也是你这种态度 你能允许吗 您别误会我的意见 我只是担心时间 我认为现在就可以动手了 热血青年 我不希望咱们两个跑在一个圆形跑道上 因为你跑得再快 多绕几圈 也还会绕到我的身后 你不要太自信 我认为你现在就动手 为时还早 只剩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